下面請收聽由林少明為你播講的長篇小說 《孫中山》 原文哉族 書接上回 上回就說到 在舞台上打關斗的那個演員 突然間在腰間拿出手槍出來對證孫中山 唉 幸好 孫瑞智早有提訪 舉起手槍 啪一聲 手起槍落 將舞台上吊著大光燈 啪一聲打下來 舞台一片漆黑 孫瑞智三兩步就跳上舞台 一手搶了個家火之槍 將它押落地 塵如一片慌亂 雲維智 一手牽著孫中山 飛魚花就走出大廳 當大廳的燈火燭了一陣 台上被捉著那個家火跪在地上 一邊叩頭 一邊哭 我 我 我和孫先生無冤無仇 我不過是受了人家二十個大羊做出這樣的事 該死啊 該死啊 我 蝦童就生氣到上前 打到他一巴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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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壞蛋 你害死人啊 你叫我以後你什麼免見 算善 殺就得他 雲維智呢 就保護著孫中山 就返回到廁所 嘿嘿 雲家姊妹 現在成為大英雄啊 雲維智就坐在沙發上 孫中山親自沖了一杯茶給他 還拿了一碟三文字過來 你吃東西吧 肚餓的了 現在 我是你的勤務兵 孫中山就看著雲維智 突然間他又想起 當年接生救他的情境 由於他母親營養不足 又是難產 是開刀救出來的 當時那個雲維智全身青啤啤 又不懂哭 孫中山綽著他雙腳 趾他起來 在他背上大力拍了三下 才啞啞啞的哭出聲 雲維智見到孫中山定了神 不知道在想什麼 雲維智就問 孫先生 你想什麼 我問你 你服不服氣 孫中山被他這樣喝 才是在記憶中回到現實 我服了你 我怎麼敢不服氣 孫中山真是怎麼都想像不到 眼前這個調皮潑辣的小姑娘 就是以前那個脆弱的小生靈 看白樣不大了 真是醜小鴨變成白天鵝了 雲維智又說 以後 我不管你有什麼事 一定要跟我商量過才行 嘩 你真是大口氣 喂 我是大總統來的 我執掌國家大事都要跟你商量 那你變副總統是不是 我又不是說這麼大的事要找我 我只是說 你不能夠以總統的身份 就命令我去讀書 孫中山就啪啪聲大笑 哈哈 講來講去 還想逃學 我這件事不能夠答應你 你呀 你還是讀書學 看看你呀 短短一百個字的文章 初別字 足足二十四個 吻維智聽到這樣就不敢出聲 孫中山忽然問 你寫信又說認我做乾爹的 怎麼樣 哈哈 什麼時候做女兒的 居然不聽老爸說話的 吻維智忽然臉都紅了 我不做你乾爹了 孫中山又沒有在意 又沒有再問他 為什麼 突然間又不認孫中山做乾爹呢 恐怕吻維智 永遠都不敢說出口的心事 孫中山又問到 蝦童花園的事 你怎麼會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會有人謀殺我呢 哦 那就應該歸功那個爬手 那個爬手啊 偷了兇手的銀包 銀包裡面夾著封謀殺你的信 是陳都督 吩咐我們要加以提防的 孫中山想了一陣 啊 我怎麼沒有發現 那個跑龍套的家伙舉動呢 哈哈 哈哈 你真是 這個叫做隔行如隔山 行行出狀元嘛 你以為你做大總統就厲害了 什麼都懂的 不敢當不敢當 論武藝啊 我怎麼跟我們的女大俠比高低啊 然後孫中山就拿著筆在這裡寫東西 尹為俊就靜靜站在後面看 忽然間他喊了一聲 你寫錯字 蛤 我寫錯什麼字 尹為俊就指著北佛的佛字 這個字我認識的 你寫多一遍吧 孫中山就放下筆 十分黃礙地跟他說 唉 這個不是代字 代字加一筆就是佛字 北佛的佛字 唯俊 你要給點心思讀書才行 唉 又被你捉到雞腳了 我不是捉你雞腳啊 你只是有熱情有武功那樣不行的 要對國家做有益的事 革命要有本事才行的嘛 我整天都想你們好好的讀書 就是想你們學到那些本事回來 是啊 不過你等到我讀書學到本事回來一會兒 我們都老了 你還肯要我們嗎 唯俊 難道你成輩做保鏢嗎 啊 我以後會安排更重要的工作給你們 是呀 不過如果碰到今天這樣的事 誰來保衛你啊 孫中山那時候 已經在迷頭寫東西了 就沒有再跟他談 尹偉出就不敢再說話 沖了杯茶給孫中山 靜靜走出去 坐在門外的長板凳上 他想起剛才孫中山的說話 難道一輩子做保鏢嗎 是呀 難道一輩子做他的保鏢嗎 孫中山繼續辦公 鳳之友就帶著公旗進來 孫中山真的起來跟他握手 哈 我都想到你應該來的了 怎麼樣 你日本朋友都好嗎 好 他們都在東京都想來參加你就職大典禮 不過 唉 孫先生 現在要見你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警衛心嚴 都是陳其美他們 總是怕有人謀殺我 兩個人正在那裡又說又笑 鳳之友又帶了個裁縫師傅 黃龍生來了 黃龍生拿了一套總統大禮服 一來就催促 你快點試一下 先試一下 如果不是太合身 立刻趕 孫中山就在黃龍生 宋愛玲的幫助下 穿起那套總統大禮服 照一照鏡又問公旗 喂喂喂 有沒有那些總統拍頭啊 簡直有到極 我日本的時候 剛剛認識你 聽你說的革命道理 我就覺得你 你將來一定做中國大總統的 哈哈哈哈 喂 你懂得看照的 好了好了 你既然讚我像總統 那你要幫一下總統手才行 那你要我做些什麼 很簡單而已 借五百萬元 哇 你說什麼 五百萬我讓你死出來 是啊 喂喂喂 我不是開玩笑的 孫中山一邊 脫那件總統衣服 就一邊說 你以為這套總統禮服這麼容易穿啊 唉 一個星期內啊 如果你不賺到錢給我 我說 我說 我只要 脫了一套禮服 漏夜的肩 哇 真是這麼緊張 不是騙你的 哎呀 我早知道是這樣啊 我今晚真的不來探你了 我是來祝賀你當總統的 你反過來要我借這麼多錢啊 唉 你都不知道 我的處境很艱難啊 政府雖然成立而已 但是國庫裡面一個錢都沒有的 孫中山是指著鳳志佑和宋海寧說 來 這些秘書呀 連工資都沒得發的 要他們自己拿錢開飯的 來 公期就說 哇 你真是窮得這麼教官的 好了 好了 我想想辦法 三井物業公司上海分店的老闆呢 是我朋友來的 我去找找他 喂 不過你走一個星期的時間太密了 孫中山就開玩笑的說 哎呀 我等著開張的 哎呀 公期就對在場的鳳志佑和宋海寧說 哎呀 看看這個人啊 謝子都限時限刻啊 夠了霸道啊 孫中山就哈哈哈哈大笑 跟著呢 就對公期說 哎 你幫我個忙啊 我發過公銜 委託你 正式代表我 邀請犬養藝先生 頭山滿先生 來參加奏職大典 好嗎 行行行行 不過不知道他們趕不趕得及呢 不要緊的 主要是想通過他們出面 溯通日本官方 希望日本政府 不要敵視新生的共和國 不過 公期呢 就立即發了一封很長的電報 請日本的朋友幫忙 那時候呢 犬養藝 和頭山滿 已經買好船票準備來中國了 一接到公期的電報呢 就立即去見日本總理 日本總理大臣西元治公一 和外相呢 兩個一起接見他們 大家就開門見山 談及這次去祝賀孫中山就職典禮的事 總理就說說 我已經注意到中國的局勢 犬養藝就說 我看不需要多久呢 宣民的革命黨呢 就會打倒清朝皇帝的 會實行共和體制的 我們呢 就去南京之前呢 想請問一下 我們政府的態度到底怎樣呢 啊 這些是人家的事 中國實行什麼政體 跟我們日本沒有關係的 頭山滿就問 那是不是可以認為 日本政府事實上是支持孫中山的政府呢 啊 他說外相突然把你的臉插嘴 喂 你們好像問得太多了 啊 總理呢 反而和顏月色地說 你們是孫中山請去的朋友嘛 你用朋友身份去祝賀 那就罪得體啦 是啊是啊 不過如果孫中山這樣問起日本政府的態度 那我們怎麼辦呢 這件事嘛 要看定些先 現在 很難落結論啊 那時候呢 犬養藝兩個呢 就只好站起來告辭了 犬養藝就十分不高興了 埋怨那個外交大臣插手做什麼啊 咬到人家總理大臣 剛剛想開口表態 都被你炒了 啊 兩個人呢 就在衣務間裡面 著大衣 準備離開了 那個外交大臣進來了 面無表情地說 中國實行共和 對日本不利啊 所以我們反對 為什麼呢 孫中山並沒有與日本為敵啊 那個外交大臣一邊著大衣 一邊就教訓他們兩個 你們啊 你們啊 你們起碼都要懂得多些常識才行 必須以日本利益為重嘛 中國越進步越民主 就越難服從我們指揮 你們連這麼顯淺的道理都不明白的 現在 你們是想幫孫中山來試探日本的態度 是嗎 你告訴孫中山 日本反對他實行共和 不過 別要是 日本以武力來維護中國軍主體制 1912年1月1號 是中國歷史以來第一個功力元旦 這一日 天氣特別好 由上海開去南京的孫中山坐的專車 早就停在上海火車站了 宣中山和隨行的湖康民 黃寵衛 湯以和 還有宋家樹一家人 來到火車站那裡 上海各界宋行的人有幾千人 孫中山馬上要上任中國第一任共和國總統 心情當然十分高興 但是他十分清楚 這個總統 這個總統並不是這麼容易做的 滿清的小朝廷還在北京城賴死 還有一幫保皇派保住 那個野心勃勃的袁世凱 現在勇兵自重 吊起來買 各省雖然紛紛獨立 但是國懷心事 西方列強就守旁觀 要乘機取得愚人之利 現在踏上的並非鋪滿鮮花紅地尖之路 而是鋪滿京極之路 但是呢 無法走回頭路 只能夠一步一步向前走 再艱難 總比發動前十次起義時的處境好得多了 孫中山心中埋藏的苦處 他又不敢對人說出來 他給人的印象 就只是充滿信心 迎接光明燦爛的前途 眼前的歡送場面 規模之紅壯 民眾熱情之高漲 又確確實實令孫中山出乎意料 那麼上海的歡送已經搞得這麼熱鬧這麼高興 南京就更加厲害了 各省的代表 文武百官 大中學生 各界的代表 整四五萬人 塞滿了車站前邊的大廣場 禮炮齊名樂隊高咒進行曲 孫中山就在王兄、王寵衛、湯耳和 整班人陪同下 就走出車站 後面就跟著整班老步下 革命黨人、日本朋友和宋家樹一家人 孫中山的衛隊和湯家兩個姑娘 衛風淋淋跟隨後面 孫中山就穿著一套黃色的理質軍服 帶著軍帽 向著兩邊的群眾熱情揮手 群眾的歡呼聲、雷動、口號聲、軍樂聲、禮炮聲掩蓋一齊 在廣場上 孫中山就坐上馬車 馬車是用一幅很漂亮的藍白獸花彩鳥來裝飾著的 前面一隊紅豆豆的馬隊 後面帶隊衛兵隨從根宇 南京大街小巷都張登結彩 在大街上萬人空巷 對著孫中山歡呼揮手 歡迎的隊伍由火車站 一直排到當年兩江總督的衙門 那裡現在已經換言一身 是中華民國總統府 因為晚上 要在這裡舉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就職典禮 所以 圍在外邊的群眾就不願意離開 整條路塞滿了人 一直到晚上 總統府前 燈火威煌 大門口、門框、屋閃 西花園的亭台流角 到處都掛著一串一串的五彩燈飾 門外圍觀的人因為太多了 搞到來參加典禮的嘉賓都沒辦法進來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開了一條路 到晚上十點正 孫中山就莊嚴捕入總統府大堂 曾經任過前清江北提督 後來起義的江節聯軍總司令 徐紹貞和王興 帶領著各省代表和六海軍高級將領 宿立兩旁來迎接孫中山 孫中山一眼就望見宋家事 全家人連十二歲的宋子良和弟弟宋子安 都坐在貴賓席上 他們對著孫中山入手 大廳所有官禮的人 對宋家事一家人 受到這麼高的榮譽都感到驚訝 為什麼他們這麼厲害 坐在最顯眼的位置 享受這麼高規格的待遇 到底如何 就請到下回分界了